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杨仲安 对上次来到多伦波是在2000年 说一算已经有差不多24年了 那今天很开心 因为这次是万景市的中华学校 40周年的一个纪念日子 那我非常的荣幸 能够来这边帮他们唱这首歌 所以非常非常开心的 那希望我们万景市所有的同胞 身体健康好不好 我们以后常常见面 我是杨仲安 大家好 对上次来是2000年了 那时来台湾电视台 过来这边是做了一个叫做 《薛卫桥花》的节目 跟很多歌声来唱歌的 这次非常之荣幸 可以来到万景市 因为中华学校40周年的一个生活 我可以为大家唱歌 是我荣幸 那希望以后常见面 祝大家 山地银行 多谢 谢谢各位 那这次来呢 当然了就是我的滑鼠好气 因为我以前在1979年的时候 在TVB的那个欢乐经销 就是模仿郑少秋 歌唱比赛 赢了以后就签约了 所以我就喜欢唱歌 那接下来呢 当时唱歌了 全部唱的都是那个 80年代90年代的电视剧的主题曲 那到时候希望大家可以听到 好吧 谢谢 在1979年的TVB的欢乐经销 就是有个叫做模仿大赛 那我是模仿郑少秋 然后赢了以后签约电视台 然后做到83年亚洲电视开台 我就转到亚洲电视去了 演到89年 那个亚洲电视台卖给那个林博 我林博新先生的时候呢 我就转到台湾 在台湾的那个华士拍了一部 叫做刘伯温传奇 结果这个戏得太好了 一拍拍了四年 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台湾非常可爱啊 开始转到啦 然后呢也年轻啦 那就留在这边继续拍 所以整个90年代的都是在拍补装剧 然后到到那个2000年以后呢 开始慢慢拍台湾的本土剧 就是学台语的 那我也会学几句 那一直到到那个 2020年的时候 刚疫情 疫情呢回到香港 整个世界落单不能回去 所以现在我就留在香港 那继续发展 照顾我妈 然后呢 现在就到处唱歌 最近在无线电视台TVB 拍了一部新的剧 叫做执法 执法者们 那我在眼里面的一个角色就是 香港警务署署长 就是香港俗称的一哥 就是那个很威风的一个人 希望到时候那个电视剧拍完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谢谢各位 当然了 今天你们听到我 其实我说普通话也不是非常好 但是呢 应该是比很多香港人好一点 那当初去了一个笑话 那个导演说 那个杨仲恩 这一场戏呢 你要跟那个余小凡 演那个对手戏 那你的国友知道你是不行的 那你反正配音 你就说1234ABCD 我说哈 导演怎么可以这样子啊 因为你配音啊 我说不行 虽然我配音 但是如果我说1234的话 那对方演那个弹琴说爱的戏的时候 你好爱你 你到底爱我吗 那我说1234ABCD 他没有演用道德 所以不管我是怎么都标准 但是我还是能说国语的 就是普通话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很用心的学 所以听得出来 今天还是可以的 至少我听 我说什么 你们听得懂 是吗 其实呢 那我的人生当中 现在差不多45年了 都在电视台里面 基本上没有说哪个台好 或不好 那基本上我应该说 我最感谢是哪个台 知道吗 就是亚洲电视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亚洲电视的很穷困 我们大家都是咬着牙根来工作的 那有台TVB是很有钱的 他们什么道具 什么都很好 那我们是什么都不好 但是有好处就是学到 有一次我记得 我们到拍外景的时候呢 那一天呢 可能那个 薪水还没领到啊 结果道具组都没有出去拍外景 那我到现场怎么办呢 那一天的戏我要 被那个 那个弓箭射死我的 那怎么办呢 道具不在 那我跟导演说 导演没关系 我记得看到他们的 道具怎么做这个弓箭射死人的 那个感觉 你把那个木板拿过来 然后钉子 然后把一个箭 换断 然后前面 一半 木板透过去 钉钉钉钉钉钉好 然后放在那个松口 然后衣服穿起来 然后雪茬弄好 我说导演可以拍的 导演说 我靠你连那个道具也看了 我说 啊不然怎么办呢 不能都没得拍的是吧 所以就感谢 所以在历井当中我们水了更好 所以现在就算 不管我们大家是在什么历井 记得我们继续努力 一定会明天会更好 对不对 最后一个问题 你说你二十四年前来过 今天来过 两个国家的有什么变化 感觉当时很大啦 因为 二十四年前 基本上我看都没看过 因为那个时候 跟那个 那个 明 明氏 这是华 这个台湾的民间电视台 那个时候呢 就是双十节 我们来这边 身为侨胞 那一年呢 还有那个杨烈 求海证 让我们过来唱歌的 就来住了那个饭店 然后练歌 练门歌以后呢 唱歌 唱歌呢 隔一天就去了 去别的地方了 去出了 波士顿呢 纽约是地方 所以基本上 没有看过什么 这次来看很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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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对知心对知难 消失与难 红尘爱国天天 为首贼命起去 我们一生 用一生动的车 不够将国命运